现如今,中国企业中有很多的企业家都非常的出名 他们也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带领企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说到潘石屹,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潘石屹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了 本来我们都以为,未来他的事业可以蒸蒸日上 但他却做了一件让我们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就是在自己赚了钱后,跑到国外发展 这种典型的国内挣钱国外花的行为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 现如今,国家也是对其重拳出击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视频好好地跟大家聊一聊 潘石屹究竟干了些什么,就连国家都要出手整治 你认为未来潘石屹还可以洗白吗? 如果你觉得不可以,请在评论区中答出不可以三个字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一探究竟吧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的那些企业家可真是接二连三的出事 就比如之前的马云,还有最近在网上很火的柳传志 不过也不仅仅只是出坏事,自然也是有好事的发生 就比如任正非近两年可是把华为打造得非常好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任正非的气度和爱国之情 大家如果有看过任正非相关专访的,那么应该了解到 任正非是农村出生 看看现在的华为在任正非的手里,可是发展得如鱼得水 当然任正非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有一个同样和任正非一样是从农村出来的企业家 却是实实在在地在走和任正非相反的道路 而这个人前两年一直在网上被传跑路的企业家潘石屹 关于潘石屹的跑路,尽管网上各大网友对他是骂声一片 可是潘石屹还是坚持着继续进行着他的跑路计划 而干照他的计划进行,那么将SOHO中国的股权出售 其实就是潘石屹的最后一步 可是对于潘石屹将自己多年经营的SOHO中国卖掉这个消息 大家也应该在之前的时候都了解到了 尽管这个股权出售的消息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可是潘石屹和美国黑石集团的这场交易 却是始终都没有达成最后的结果 而正当大家都在猜测是不是潘石屹跑路失败的时候 一个确切的消息也是在突然之间就传了来 在2021年的9月10日,SOHO中国发布公告声称 SOHO中国和美国黑石集团目前已经终止了这场交易 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弹一样,一下子全网就炸开了 对于潘石屹的跑路计划最后的失败 很多人都表示自己很是解气 可是也同样是多出了不少的疑惑 为何潘石屹准备了这么久的计划最后会泡汤了呢 潘石屹有没有想过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呢 面临着国家的调查是潘石屹是否慌了呢 而关于潘石屹现在的下场就连金星老师都直接讥讽 那么潘石屹这几年来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 其实潘石屹的跑路计划早就已经在进行了 从201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7年的时间里潘石屹千千厚厚加起来 可是不动声色的变卖了自己在国内的许多资产 如果将潘石屹所变卖的那些资产全部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已经是超过300亿人民币了 这个数字看起来真的是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震惊 而潘石屹为什么会选择将自己国内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进行套现呢 对于这些问题 潘石屹之前站出来解释过 说自己在变卖这些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在做慈善 本以为是为国内在做慈善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就是 潘石屹竟然是在美国做慈善 而潘石屹对于自己在美国做慈善的理由就是 在帮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对于他这样的说法就连金星老师都看不下去 直接就在节目中讥讽他 让他下不了台面 仔细想想看 潘石屹所给出的理由其实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说什么是在帮助在美的留学生 可是看看 国内出去留学的那些学生家里 大多都是家底阴时的 要不就是靠着实力 获得了全额的奖学金的优秀学生 还需要潘石屹去做慈善帮助 话又说回来了 尽管潘石屹说的是真的 那么最后拨到手里的慈善金又有多少呢 而对于潘石屹着急将自己国有资产套现的原因 当然不会是这个 毕竟在捐款这一方面 在国内潘石屹可是出了名的铁工计 就拿离我们最近的新冠疫情来说 在当初疫情正是肆虐中国的时候 潘石屹可是一分一毫都没有掏出来 虽然说捐款这样的事情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单独拿出潘石屹没有捐款这个事来说 并不算是什么道德绑架 就仅仅只是想用事实来对比一下 从潘石屹自己口中说出来的那些话 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什么才是假的 毕竟潘石屹给自己立下的可是个大善人的人设 当然对于捐款的事情都还不是潘石屹让大家最震惊的事情 最让大家没想到的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 潘石屹竟然将自己亲手创办的SOHO中国要卖给美国的黑市集团 而一旦潘石屹和美国黑市的交易完成之后 那么潘石屹就可以拿着钱就去国外 过着逍遥自在吃喝不愁的日子 人家可能觉得这是人家的生活 人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可是不要忽略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是潘石屹所套现的那些钱都是中国人的钱 一旦他的计划成功 那么我们就得吃这个哑巴亏 当然关乎到了人民的利益的事情 国家自然是不会放人不管的 这么多年来尽管潘石屹是贫寒出身 可是他还是靠着国内市场才能够走到他人生的巅峰 在他套现跑路的计划没有暴露之前 可能还会有很多人觉得潘石屹这么多年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可是最后的潘石屹在将国内市场红利都吃尽之后 也并没有反过来回馈社会 反而是拿着钱去别的国家效力 这一点真的是可耻的 当然这些也是被国家所看在眼里 所以在潘石屹自认为自己离成功的最后一步的时候 国家正式出手了 在2021年的8月份 国家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 在国家的管制之下 潘石屹想要卷钱偷跑的计划最后落空 国家监管部门对潘石屹和美国黑石交易的这一笔巨款进行了立案调查 而这么久以来随着国家调查的持续进行中 潘石屹和美国黑石集团的合同一直都不能够签下来 尽管潘石屹坚持到底 最后黑石集团还是主动提出了放弃这次收购SOHO中国的计划 而这样的结果也是非常大快人心 想想这么多年以来 潘石屹靠着国内市场的分红一步步地走向顶峰 可是最后却是一个白眼狼 想要拿着大家的钱就跑 真的是让人很心寒 而潘石屹这么多年靠着国家 最后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 没有想着自己该怎么样去回报社会 而是想着拿着中国人的钱跑路 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厌恶 反观和他一样是企业家的任正非 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看看任正非这么多年以来对祖国所做出的贡献 尽管是再怎么被美国压制 任正非都不认输 看看现在华为的5G 还有华为的鸿蒙系统 以及在芯片领域的进步 每一步都在想着怎么给大家谋福利 怎么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再看看在芯片之战中 潘石屹是怎么对待华为的 可能很多人会说 潘石屹主要是搞房地产 而任正非搞的科技领域 怎么可能二者会沾上边 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华为的总部 曾经是设在了潘石屹的房地产生意内的 而在面对美国的不断制裁下 华为面临的压力本来就大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潘石屹却是在不断地变卖着自己国内的资产 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 你品你细品 不得不说潘石屹这样不动声色地给华为施压 真的是足够高明 当然不管有多少人在华为背后使绊子 华为也依旧是强大的 想想潘石屹这么多年来 竟然是憋着这么大的一个计划 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现如今潘石屹的计划被打乱 套现的美梦也终究是破碎了 不得不说潘石屹的野心也真的是足够大 真不愧金星老师会那样讥讽点评潘石屹 直接是让潘石屹在节目上下不来台 此外 金星老师还让潘石屹也得关注关注中国的底层教育 而潘石屹对此也仅仅只是笑一笑而已 在后来面对国内的疫情洪灾时 却始终是一毛不拔 不过钱都是人家自己赚的 应该用在什么地方也都是人家说了才算 不过关于他的套现跑路大梦 如今已经是不可能再实现了 毕竟国家监管部门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美国黑石也已经主动放弃这一次的收购 而潘石屹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打算 我们也不知道 不少网友都在猜测 潘石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么关于潘石屹是否会笑到最后 这也是个未知数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看完本期视频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